你们俩人今天说话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你已经掉在悬崖边上 他站在悬崖上面 还要告诉你亲爱的你行的 再坚持一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你还熬得住 你在那趴着救救我 救救我拉我上来 你行的 你不觉得真的有点可笑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坚强了 所以让他觉得这样 对 你太坚强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他就是总是觉得 他不仅是这样 他觉得就是说是 你可以掉下去 我可以在旁边告诉你 就是说是加油 你可以的 你还可以爬上来 对 但是他如果 还没有掉下去的时候 我如果不理他 或者是不拉他的话 他就愤怒 所以说其实你看 在一些影视题材当中 在描写一些绝情难使乱中气的时候 经常用一种镜头 就是那女人扯着那男人的裤脚 那男人八腿就走 毫不留情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是个女人吗 我觉得我是个男的 不 在她的心目当中 女人两个字要分开来说 你在她的心目当中 只见其女 却不见其人 就是承认你的性别 但不承认你 作为人 拥有人的权利的存在 就是不尊重 有一句话很久没有说了 不要太把自己当人看 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看 她只把你当成了女 却没有把你当成人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 在她 跟与她长此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始终没有获得一个人的尊重 工作要你辞了 同样是做主持专业 她可以干 你不可以干 对吧 她可以跟别的女生打情骂俏 你却要跟别的男生静而远之 自己挣多少钱 可以不告诉你 你母亲存点钱在你这 她要知晓得一亲二指 说好了一起出去 却偏偏分成两班 你们俩先走 把俩老的甩在后面 就像后勤一样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说情侣之间 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让你下车淋着雨回去 怕欢天喜地的 去过自己的生日 你觉得 在这段生活当中 你还能得到幸福吗 连尊重都没有 好吧 好的 尊重一下自己 好 一个人 是要脸面的对吧 一个男人 更要点面子对吧 一个主持人 在舞台上面对了 所有的镜头 和众目睽睽 得要点脸的对吧 你怎么这么有勇气呢 如果你还想 作为一个男人一样的存在在这 拜托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待会儿在60秒的时候 给别人道个歉 说说自己错在了哪 其实你是没有资格 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挽回的 是因为你把她毁成了这样 当然也有她自己的问题 但如果这个女人 跟了你三年了 你这样对待她 但凡是你有点良心 你说点真心话 说声对不起 然后自己自动自觉地到那个门里去 千万别出了 否则的话 别说将来你做主持人了 你做人都难做 你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没有 就这样 人和人交往最重要的是尊重 对吗 对 你觉得她尊重你吗 没有 你尊重她吗 挺尊重的 你还尊重她 尊重她一个不能喝酒 对酒精有反应的人 你非逼着她喝酒 你觉得你尊重她吗 伤害一定是互相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单方面的伤害 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 她敢这么欺负你 就说明你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只要是两个人都互动关系 两个人都要检讨 请你检讨一下 为什么分不掉这个手 你们自己考虑吧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来 不等待一下 什么 Jana 咱们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